哈喽,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三管陶笛的吃力方法 那我们刚开始拿到陶笛的时候 主要是看着上面食指的位置,一管二管三管 它这个是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坡度,对不对 那我们正常吹主管的时候,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换管如何换,那你在正常吹主管的时候 你是这个吹嘴要对着自己嘴巴的这个中间 那你到换管的时候呢,你看看,陶笛在动 但是我手还是没有动的,那我在吹三管的时候 大家看得清楚吗 主要的时候呢,也是跟这个食指的这个关节也是有关系的 还有三管的这个边缘的这一块,都是可以作为辅助的 那比如说我们在正常吹主管的时候 我左边,右手的这个关节是搭在这个第三管的这个旁边的 那我在吹中间管的时候拉过来的时候 我也是这个关节卡在这个第三管的这个边缘的 那我在按着第三管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关节就刚才刚刚就搭到这一块 所以说呢,这个食指的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那比如说我在吹中间管的时候 我全开的时候 全开的时候,你看我这个手指 食指的这块也是搭住这个陶笛的这个边缘的 这样的话你这个陶笛也就不会晃 只要是记住这一几点就可以 那我们正常吹这个阴阶的时候 手指怎么去按呢 比如说C,D,E,F 吹G的时候呢 食指是拉过来 然后再按住的 那你现在吹的还是主管吗 A,B,C,D 然后直接换管 E,F,G,A,B 手指先拉过去 然后再动嘴 B的下面之后是C C的话直接翘后面那个大手指就可以了 因为多数你要吹一些 呃,半音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一般多数叫做教学的话 都是涉及到 呃,用这个后开孔的比较多 B的时候呢就拉过去 然后呢是C 然后拉过去 然后直接换管吹 D,E,F,G 大家学会了吗 然后再动嘴 然后再动嘴